大家好 我是透视中国首席研究员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14解读话题是 王岐山前下属被调查 一转习王斗分析 这个话题将分成两部分谈 一是董红真是王岐山亲信吗 二董红诺玛与中共派系斗争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透视中国的支持 感谢在影片下面留言支持的朋友 那些喜欢我们节目还没有关注的朋友 请记得订阅和按影片右上角的小铃铛打开提醒功能 看完节目后请点赞转发和留言支持我们 这期节目的文字版会放在直播平台 媒体朋友如果引用请注明出处 现在我们讲回正题 10月2号 中共官方公布中央巡视组副部级的巡视员专员董红被调查 这个消息一出来马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许多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 董红被清洗是习近平跟他政治盟友王岐山分裂的信号 这次王岐山的老朋友任志强被重判18年有期徒刑后 又一个新证据显示 习近平跟王岐山之间存在着权力斗争 因为董红曾经是王岐山的下属 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担任中央巡视组长 我们对董红落马的分析 透视中国的会员在10月5号的《中国十四周报》已经看到了 这个分析我们已经在网站上公开 我们的分析跟主流的分析不一样 我们认为董红落马虽然有中共的派系斗争原因 但并不是习王斗的证据 今天的节目我们会解释再详细一些 长期关注透视中国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们在2017年的10月就已经分析 习近平的铁杆盟友王岐山不能进入中共十九大中央委员会 并不意味着王岐山就退出中共的权力中心 习近平可能让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 那么在当时来说 我们的分析跟主流的分析也是180度的相反 那么五个月后 2018年的3月17号 王岐山在中共两会当选的国家副主席 我们的预测就得到了验证 有人可能会问 王岐山的朋友任志强被中判 旧部董红又被调查 看起来就是习近平跟王岐山不合 王岐山是被习近平打脸 不然如何解释呢 那我们就分析一下董红是不是王岐山的亲信 这部分我会分成两点去谈 第一点董红跟王岐山六连四图到头 我们通过分析董红的四图可以看到 董红虽然成是王岐山的下属 但是未必就是王岐山的亲信 根据公开信息 上世纪80年代 董红是曾经做过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 研究室副主任 是当时做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的秘书 很多人都会知道薄一波就是薄熙来的父亲了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文革后 邓小平为了安置一批平反后的老干部 而设的一个过渡性的特殊机构 大家想想 这批被平反的老干部 绝大部分是不可能再官服原职 只能恢复他们原来的待遇 邓小平就成立了一个这样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出来 让这批老干部去参与政治局的会议 提提建议让他们有一点事做 一直就到他们退休 直到1992年中够委才解散的 那么之后董红就被调到广东省去做官了 董红跟随王岐山之前 他曾经是做过广东省佛山市的市长助理 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局长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从子物可以看出来 董红是懂经济的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王岐山会看上他了 1997年年底 王岐山出任广东省副省长去救火 处理国企支部抵债的麻烦市 2000年的3月起 董红就跟随王岐山出任过广东省政府的副秘书长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产业体制司的师长 海南省委副秘书长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 在2006年的3月 董红就调任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副主任 晋升为副部级的官员 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 董红跟随王岐山整整这6年 在这期间 王岐山是出任过海南省省委书记 北京市的市长 而董红也仅仅是一个政厅级的官员 他当过三次王岐山的副秘书长 却从没有当过一次大秘书 当然根据中共官员的晋升制度 省委书记的大秘书省委秘书长 一般也会出任省委常委的 是一个副部级的官员 省委书记不可能随意就可以提拔的 不过北京市政府的秘书长 他是属于政厅级的官员 但是董红也没有当上 而是由长期在北京当官的刘晓成出任 或许插手北京官场的中共权贵太多 所以王岐山也没有能耐去让董红 当上这个北京市政府的秘书长 不过也有可能是董红的能力就有限不能胜任 也就是说王岐山在2007年10月中共时期大当上政治局委员 离开北京政府进入中央之前 他也只能是让董红出任一个没有实权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 那时董红才53岁 但是他的政治前途就已经到头了 事实上整整七年董红没有变动过他的官职 在坐等着2013年60岁退休 大家想想 如果董红是王岐山的亲信 王岐山在中共时期大出任国家副总理 理应提拔董红出任他的秘书长 而不是让董红等退休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董红曾经是王岐山的下属 但并非关系密切的亲信 有人可能会问 中共十八大王岐山当上中纪委书记后 不是提拔了董红做中央巡视组的组长吗 根据我们的研究 董红能当上中央巡视组的组长 这是中共派系斗争的因素促成的 就是习近平要通过反腐运动 清洗江派独权 从董红的四图我们可以看到 2013年的11月 已经到了60岁副部级官员退休年龄的董红 他出任了第二轮的中央巡视组的副组长 2004年到2015年 董红就被任命为中央第十二巡视组的组长 就到复旦大学 江苏省 神华集团等几个地方和机构进行巡视的工作 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 在2017年7月 董红是以中央巡视组组组长中央办公厅调研室 五组组长的身份跟着王岐山到河北进行调研 由于缺乏一些公开的资料 这次公开报道之后 董红具体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 那么我们前面得出的结论是 董红不是王岐山的亲信 那么王岐山和习近平 为什么会启用董红进行反腐呢 一直关注透视中国的朋友 应该听过我们解释过很多次了 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前 他没有自己的派系和人马 而中共官场遍布着都是江泽民主政时提拔的官员 习近平只能启用江派视材不明显 或者是一直被边缘化的官员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 闲富了七年已到了退休年龄的董红 正好符合习近平和王岐山 选拔反腐官员的条件 我们看到 从2013年11月到2020年的10月 董红在中纪委近七年时间 董红也没有晋升为政部级官员 而在前世列 王岐山是政治局常委 中纪委书记 是官场人人都怕的老王 如果董红是王岐山的亲信 没有理由得不到提拔吧 那么董红为什么会落马呢 是否会跟中共派系斗争有关系呢 我们认为 董红有可能是中纪委自己经常说的灯下黑 意思就是中纪委自身也存在着腐败 在王岐山当中纪委书记的时候 被调查处分的副部级的中纪委官员就有不少了 在2017年就有五个人被调查 三个是中纪委派驻到其他部委的纪检组的组长 一个中央巡视组的组长 一个中纪委的委员 在今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国家监察电视专题片中 就有四名落马的中纪委监察室的局级官员 和六名处级官员出来现身说法 大家知道中共官场是制度性的腐败 几乎无关不摊 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之下 中共官员人人害怕中纪委的官员 害怕中央巡视组 中纪委的官员自然也会成为那些 被巡视官员行贿的对象了 董宏在清水衙门呆了整整七年 当上中央巡视组的组长 接受被巡视的官员贿赂 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了 大家知道 王岐山当中纪委书记的时候 得罪了整个官场 官员对中纪委是恨之入骨的 董宏又曾经跟随王岐山六年 又受王岐山的提拔进入了中纪委 十九大之后就失去了王岐山的保护 董宏成为了被报复的对象 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就在所难免了 那么目前习近平在派系斗争中 是占了优势 在体制内是越来越难把习近平拉下来的 如果反习派抓到了董宏的把柄 通过打击董宏制造出习近平 打倒另外一方 那王岐山不就成了现代的宁标吗 这就等于习近平的反腐神话被自己破了 权威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失 那么今天有关董宏落马的分析 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了解 习近平跟王岐山的关系 想要知道万歇盛传的习王斗是怎么回事 那就请留言给我 如果有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话 我可以专门给大家讲一下习王斗这个话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点赞和传播这个频道 如果想要更多更及时的深入分析 请成为我们通知中国的会员 谢谢大家 再次再见